那我想可能是我们很多投资者 今天盘后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其实今天看盘面呢 应该说很多投资者都感觉 有点惊心痛破的一个感觉 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的月线 一会儿红一会儿绿 当然最后呢还是坚守住了 收出了一根红线 但是它的一个上影线是极长极长的 那么这根月线上的 这根带长上影的这根K线 到底是涉及之星呢 还是一个指路的一个明灯 我想可能对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说 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市场 周五为什么会迎来 大幅的一个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 我想可能也是我们今天投资者 要牢牢记住的这种走势 为什么要这么说 其实本周市场呢 基本上前面四天是冲高以后的 一路回落的一个走势 按理说 今天开盘不应该是全体跳空高开 并且有一个冲高的一个动作 不应该 但是因为消息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 隔夜美股涨了 今天早晨 央行做了一些回购 那么让投资者一些紧绷的一个闲 有点放松了 所以啪一下子找盘 有一个高开的一个动作 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像创业板 前五分钟呢还有一个冲高的一个动作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创业板分死的一个走势 上来就来一个冲高的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时候上涨呢约2%不到一点 可能1.9% 那么这是这样给市场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 我想对于今天很多投资者来说 因为前面这四天往下走 可能有的投资者措手不及 想走一犹豫没走 没走以后呢 开始希望啊 周末是不是出一个利好 明天啊 下周啊 来一个反弹 反弹的话 抓住机会就得走 对不对 但是今天早盘开出来就反弹了 那你说他还需要等吗 苦苦想等周末出所谓利多因素的 那不也是要等一个反弹吗 那这样的一个机会摆到了面前 所以有的人就开始抛了 其实这个市场呢 有的时候呢 还真不是一定要资金实力能够说话 如果做好市场的一个引导 你顺着市场的一个情绪走的话 有的时候也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其实今天这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心理战 在这个当中呢 是起到了一个很强的一个作用 那正是由于有这么一个高开 给了一部分人一个高抛的一个机会 这个高抛反过头来 也作用到其他的一个投资者的一个心理上 这个心理是什么作用的呢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有了一个高抛的一个动作以后呢 市场开始下跌了 下跌之后反复震荡 上不去 你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啊 上不去那就得抛啊 所以下午一路往下走的时候 很多投资者这个时候的一个心态 是有点急有点慌的 但是市场呢 就是往往在 大家感觉到 似乎没有希望的时候 往往就会脾气泪来 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呢 今天是跌到了30均线的位置 上证指数呢跌到了60均线的位置 就开启反弹 而且反弹力度也很大啊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半小时 穿越板指数 从跌3%左右啊 一下子反弹到最后跌只有1%左右 所以这个半小时 你说这里面有没有 跟风盘到周一想要出来呢 会不会周一又来打一个心理战呢 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啊 那么这是从走势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 北向资金的一个情况 今天北向资金有意思啊 前些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北向资金呢 经常有涓涓系流开始流出 但是今天除了一开盘 我们可以看到上证也好 创业板也好 他们涨的时候 北向是流出的 当他们下跌的时候呢 北向开始回来了啊 下午呢 北向是横盘 最后呢 北向是流入了25个亿 深股通是流入20个亿 户股通是4.85亿 那很显然今天北向资金 跟市场的一个走势 有点相悖啊 那这算不算北向作为 所谓有聪明资金称号的 这部分资金又开始回来了 我想这可能是下一阶段 我们市场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啊 再看看今天南下资金到底有多少啊 南下资金呢 尽管今天也是有所缩减啊 但是还是有124亿 今天户股通和深股通方面的一个 港股通方面的一个流向 应该是一致的啊 差不多都是60个亿左右啊 那么这是南下资金当日的一个流向情况 再来看看板块涨幅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民用航空 住宿餐饮 化妆品 旅游酒店 包括公共设施 是不是都带有一点节日的一个色彩啊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上涨 涨了2.3%到3.06% 再来看看下跌的有哪些 跌幅靠前的啊 有远洋运输啊 总业HIT电池大豆和转基因 其中这三家啊 应该说是主要权重股是一样的啊 再来看看权重股的一个表现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科创板前世大全中 只有三家下跌啊 也可见了科创板今天走得比较强劲 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其中传营控股呢 涨幅超过10%了啊 达到了11.23% 收盘的时候呢 看了一下科创板算是红盘了啊 那么再来看一下创业板的一个情况 创业板呢 今天是5比5的一个关系 5家涨5家跌啊 其中宁德时代 作为最大的一个权重股啊 体量也比较大 协同同一个板块的一维里能啊 都是下跌的 那么跌幅也偏大一些 这是创业板啊 再看一下主板 主板呢 是差不多5家吧 因为4家涨 1家呢是平盘啊 还有5家是下跌的 那么体量比较大的啊 前三家呢是上涨啊 这是主板 再看看中小板的一个情况 中小板如果要数上涨加速的话 还不错啊 今天有7家上涨 那么有3家是下跌的 其中干风里叶啊 跟创业板权重啊 也差不多啊 也是像同一个板块的啊 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 那么这是今天市场的一个概冒情况 先跟大家做这么一个交流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王英 另外一位是徐鼠龙 两位好啊 那今天的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呢 是出现了一个比较迅猛的一个下跌 尾盘有翘头啊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下周可以进场抄底了 我们来听听两位的看法啊 徐鼠龙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在过年之前啊 就是一个缓慢的一个止跌 震荡驻底的一个过程 那更多的机会 应该是在春节之后 特别是在三四这两个月 我觉得还是会再创新高 嗯 好 看得还比较远啊 那么再听听王英的看法 我觉得下周会有反弹的机会 但是力度和空间 可能并不会特别大 有反弹机会 力度空间不是很大 那这是两位 对盘面的一个看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请两位 展开来跟我聊聊 为什么得出这么一个简单 我们先请出徐鼠龙吧 来有请徐鼠龙 好 我们先来看见这个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其实在前期呢 经过群众股或者基金的 这样一个猛拉之后呢 出现了指数型的一个 快速的一个上拉 那上拉之后呢 很明显在技术指标上 它有一个很强烈的 这个修复的一个要求 在K进图上呢 也是有一个M头的 这样一个走势 那么在最近的这五天时间呢 它是跌破了最短的 这个上升趋势线 然后开始出现了回拉 但这种回拉呢 我觉得是不改变 上升的一个本质的 因为在前期啊 就在这个12月底 月初的这一个呢 它是突破了前期的 是一个颈线位3465点 并且这种一个突破呢 是下面有放量的这样一个迹象 那既然突破了 也就是说下面一个箱体往上面翻 翻到上面一个箱体 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 这个过度表现之后呢 有一个回拉确认的一个过程 所以打到了目前颈线位和上升趋势线 这个上升趋势线是中线级别的上升趋势线 它们的交界之处也是在365点 那么今天盘面非常明显的是 直接最低点打到了这个上升趋势线 然后出现回拉 止跌的一个信号非常是明显的 最终收盘还是在365点之上 那就说明这下方的支撑的力度 或者多头的一个首位的目标 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对于上升指数来说 那既然说权重这边 它有一个调整的需求 那这种调整的需求 它就不是说一两天就能够全部结束的 所以给它更多的一点时间 可能说给它一周两周 甚至三周的一个时间 让它在这里形成一个圆弧底 特别在365点这一线 有一个企稳的迹象之后 可能会更好 但是从表现上来看 我觉得更多 后面更多的机会 应该是在创业版这边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创业版 创业版它继续在运行 在一个上升通道当中 这个上升通道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中长线的一个上升通道 那么这两天 是把这个上升通道线打破了 但是创业版从这个根本上来说 特别从周线月线上来看 它上面已经是没有任何的跑 上次来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 叫天高愣咬飞 那么现在它因为 这个盘面的一个修复性的要求 有一种回拉 那么这个上升通道给它三个交易日 如果说下周就能够反升向上 回到上升通道至上的 那么依旧还是可以维持这个原来的上升通道 继续向上 并且我觉得它应该是率先起稳 并且能够再创作新高的 那么理由呢就是我看了一个北向资金数据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先来看整个一个北向资金数据 尽管说近期这段时间有一点点这个 进流出拐头的迹象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它依旧还是处于一个不断上扬的这样过程 因为在截日期间或者截日之前 那么大多的一个做多的效益 可能没以前那么旺盛 所以这个也是情有可原 那么从这个三周时间 也就是15个交易日的一个进流出情况上来看的话 那么很明显 如果算15个交易日 那户股通这边仅净流入了两个亿 而申股通这边净流入达到219个亿 本周五个交易日 这个户股通很明显 要比申股通这边要流出更多 它是流出了60亿个亿 而申股通只流出14个亿 所以从北向资金的这个数据上来看 很明显这个北向资金在申股通这边是相当偏爱的 尽管说有下跌 但是依旧还是不改他们买买买的这样一个策略 从北向资金增仓最大的10个行业板块上来看的话 只有三个是权重板块 像银行保险和数倍电器 其他7个板块 均是体财股和这个高科技股 比如是像电子元器件 像新材料 像电子信息软件 新汽车行业等等这些 所以从以上的这些数据 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目前就是一个高低位切换 或者是调商换股的这个格局并不改变它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更多的表现在于体财股和高科技类的这些板块商品 好 谢谢徐时龙 在徐时龙侃侃而台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抖音上的投资者 对于今天的一个市场走势 也在展开热烈的一个讨论 我注意到有的说这是尾盘是有抄底的一个现象的 也有的说那就翘一下呗 就止跌了 有那么神奇吗 看来对于这个下跌呢 觉得目前的一个反弹还不够可靠 也有的说下周还得再跌一个星期 那么这是我们有好多投资者 都正是在目前在展开一个热烈的一个讨论 我们待会再来看看我们抖音上的投资者 对市场怎么来看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王英 来听听王英对市场的分析 刚才其实你也已经说了 可能要分上下两半段来看后市的一个市场 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其实整个一月份是一个大起大落的一个走势 尤其是这周 整个市场的一个调整的幅度和力度 还是比较大的 让大家原本对一月初的那种上涨的一个行情 对春季躁动是浇了一盆冷水 其实现在的话 从我们一个大的趋势来看 你看那个上证指数 麻烦老员切一下 上证指数的话 其实我们前期也讲 总体上还是维持一个箱体震荡 然后是在一月初的话 是把整个箱体的往上翻了一个 从3450到3700 这样一个区间震荡 但是这一波调整的话 尤其在今天最低的时候 其实已经跌破了这个350了 然后是在60天线的地方 一个止跌起稳 而且关键是 它是一波连续的下跌 就直接跌到了前期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我觉得 从这周的一个走势来看 让我对未来的 这个整体的一个中期趋势 有了一些担忧 然后我们再看创业板一个指数 创业板指数 我觉得可能会 走得会更明显一点 其实创业板的话 在一月份是走出了两波 非常淋漓的一个上攻 第一波的话 就是从12月30号开始 从大家很明显的看到 这一波的话 其实主要是一些 前期的龙头抱团股 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上升 其实我觉得 也是一种市场情绪的 因为前期大家对抱团的话 都是讨论的比较充分了 然后整个市场 然后那时候的话 可能是有基金的一些报表 也在陆续的公布了 所以出现了一个抱团股的一个集体拉升 然后也把指数带到一个更上的一个区间了 然后第二波上涨的话 更多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推动 情绪的推动的话就很明显 就是在第一波上涨的一些抱团板块里面 在第二波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其实很多板块并没有创新高 其实我们比如白酒板块 其实也是率先调整 还有军工板块 所以像这一波的 纯粹是由市场一个比较乐观的情绪推动的 我觉得是这么来定义第二波的行情的 所以第二波上涨的话 在泽州今天是基本上全部抹掉了 就等于说市场的话 由一个乐观的情绪 现在变成一个相对平淡 或者一个悲观的情绪 就情绪推动的这波行情 大体上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下一波的话 其实就是真正的是 现在大家比较担忧的 就是说是不是这波中期行情 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 因为前期的话 大家还是一个集体比较看多的 一个整个的一个论调 但是现在的话 随着这周的调整之后 可能市场已经开始有些担忧了 我觉得可以从两点来看 第一点的话 其实我们从一个临障 抱团板块来看 就是分两块 第一个就是抱团股的分化 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 就像去年7月底之后 然后像芯片 那个科技在调整 医药在调整 但是新能源光伏开始接力了 然后白酒的话 是持续贯穿的 所以我觉得这前期 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 我也提了这个观点 就抱团股会分化 所以我们来看两张图 第一个是当时提的 那个新能源车 这左边的话 是上期来做节目的时候 大家看到 正好是在一个缺口的位置 它止跌了 所以我觉得它后来的话 应该是还能够继续延续的 所以在这两周 还是创立一个新高 然后这周开始调整 但是它目前的话 还是处在一个 其实一个强势整理的一个状态 这是新能源车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军工 军工的话上次来也讲了 就是说它已经 上升的一个趋势被破坏了 所以它的话 它的调整 可能幅度和力度 都会更大一些 当时说可能会有 20%甚至30%的一个调整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 它其实在那一波反弹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反弹 其实那一波的话 创业板指数是创新高了 但是它反弹的幅度 其实力度是非常小 然后现在这一周 又继续的一个调整 所以这是一个 抱团股的一个分化 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 但是最近的话 尤其像今天的盘面 我觉得还是透露出了一些 隐忧 什么隐忧呢 今天的话 其实领跌的反而是 前期比较 就是持续性比较好的 一些抱团股 反而在领跌整个市场 所以现在的话就会担忧 就是说从抱团分化 是不是会演变到一个 对抱团的一个瓦解 这个如果是抱团瓦解的话 就算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瓦解 可能指数的 整个的调整的时间 空间可能都会有一个延长 那你觉得会瓦解吗 从目前看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担忧 从两方面看 第一个 整个的话 一个业绩角度 其实因为整个的抱团股 它的趋势 从去年走的一直都比较强 所以很多的一些龙头股的话 它可能整个的股价涨幅 可能是两倍三倍 甚至更多 但是从我们近期公布的一些 业绩情况来看 可能也就在50% 60% 所以它的业绩的一个增长 好像一公布 马上就有一个下跌的一个动法 对 今天是排面是非常明显的 就公布之后大家觉得 你的那个业绩 其实跟不上股价的一个上涨的 所以的话 业绩方面我觉得是一个引诱 还有一方面 其实整个市场的一个水位 也是会决定 它能够走多远的 现在的话流动性 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国债逆汇购 这周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在6以上 显示了一个资金面 还是一个趋紧 然后呢 所以它自然会带来 对估值的一个压制 所以它可能会让市场 整体的一个估值 中心会往下降一点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话 就是随着市场行情的一个走落 其实大家投资者 入市的一个意愿 也在降低 像这周的话 就大家就在新闻里面 就很难看到说一个基金 比如它配售的比例很低 然后单个基金的它募资的规模 到了1000亿 或者1000亿以上 其实这周的话 可能已经没有这样的新闻了 所以说后续的一个资金路市 这一块 它也其实也是在降温的 所以从这两块 一个是业绩 也出现了一个担忧 然后整个流动性 和一个新路场的一个资金 其实也是在一个边际上 一个缩小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在这里出现一个短暂反弹之后 下一波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去警惕了 看来我们王英 想的一些事情 想的比较远 也想的比较深入一些 那也确实目前情况下 除了资金水位的一个问题 那还有前一阶段 那些抱团品种 帮帮帮涨过以后 处于高位 看成绩单的时候 你是不是配得上 那么这些情况 我看到咱们抖音上的投资者 似乎也在讨论 有一位就说到了 目前是年报预披露期 那么他也认为 但是他的一个结果 是觉得这个年报预披露 不存在有跌的风险 那看来这位投资者 他可能仓位上 也支持他看多 还有的说上涨的一个大趋势 是不变的 短期回抽也是正常 要保持乐观 也有的觉得这次下跌 砸盘挣得比较突然 好像没有一个预期 所以感觉上 这次可能会被套住 那么这是我们抖音上的 投资者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 待会我们在讨论板块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们讨论 我们先请出我们的场外嘉宾 先请出石教鱼 听听石教鱼 对于今天市场探底回升 到底他怎么看 来有请石教鱼 我认为市场风险释放 不会一步到位 未来两周还会反复 操作上谨慎抄底 离春节还有不到两周时间 预计春节前 大盘指数向下的空间 比较有限 但个股风险还是很大 去年涨幅过大的个股 还是在有反弹的时候 就要坚决减差 关注的话是年报业绩预报 有柳亏预增的个股 可以分批布局 然后是2020年业绩不差 但涨幅不大的个股 好 谢谢石教鱼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送出一个福利 下载九方自投APP 02021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呢有5G投资图谱 新能源配置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 聚焦5G新能源军工 三大黄金赛道 深度剖析各产业链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1年 把握行业的趋势 好了 回到场内 我们先请出徐史龙 听听徐史龙 接下来这个行情怎么把握 操作的一个思路 跟我们先做一个分享 来有请 我们还是先根据一个 北向市经这5个交易日 他们在偏爱 他们在买什么样的 一个行业和板块 我发现在最近5个交易日里面 基本上他们买的最多的 或者买的前排的一些 都是跟权重没啥很大关系 就对大盘指数没啥关系 但是对体财股 有明显的这样一个 偏好的一些板块 比如说像电子源器件 像这个化工行业等等这些 大家发现从颜色上来看 黄颜色的比较多 这个就是体财类的个股 白颜色是跟指数没有关系的一些板块 而红颜色这些全中类板块 即便是加仓也是在后面的几位 那么从化工板块 这个行业来看 5个交易日里面有4天都是对整个化工行业进行一个加仓 分别在22号26号27号28号连续几天加仓 目前化工行业的一个加仓的总量 在所有的板块里面排行第二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化工行业指数的这样一个走势图 它基本上在前期是突破 向上突破了一个下降压力线 然后在最近一段时间采取一个回踩的这样一个动作 这个是很明显 它是一个做多的一个欲望 那么就今天而言 这个目前来看 整个化工行业一季度净买入量已经达到了129个亿 而在1月18号就是这样一个突破下降趋势的那一天 1月18号这一天我查了一下一个季度竞争仓才97亿 也就是说1月18号到现在短短不到10个交易日 它竞争仓了已经达到了近30个亿 所以从目前这个来看 就不管这个化工板块 它的指数是怎么样一个回踩的一个动作 但是对于北向资金来说 依旧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买入的这样一个迹象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整个化工行业 它为什么受到北向资金那么急迫的一个买入 从基本面上来看 整个化工蓝筹股 它的一个股息回报率在所有的行业里面 它依旧还是排在非常前面的 第一梯里大概是第六位的这样一个排名 那么从这个近十年的负荷增长率来看的话 它也是在所有的行业里面排名第五位 那么大家知道整个化工行业 它是属于一个周期内的行业 就是它的一个上市公司的利润 跟它的一个产品的价格 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最近的11年时间里面 整个一个化工产品的一个价格 它的一个波浪的一个形态 已经到达了一个再次第三次到达了一个地位 我们看到前面有2015年的一个底部 2017年的底部 2017年底部 现在到2021年的时候 又是一个底部的这样一个区间 那么也表明整个化工产品的一个价格 目前处于一个什么 止跌回升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景气度 像我们往后看一年两年 它也是应该有一个回升 那么如果说产品价格上升 那么对整个上市公司的利润 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带动的一个作用 那么最后再来看看 整个化工蓝筹股 基金对它的一个热爱的一个程度 那么从最近的这几年的一个基金持仓 化工持仓的这个情况上来看 目前依旧它的持仓比例依旧是不高的 当然也不在最底部 目前还处于一个中水位 根据前期以前的最高下来看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至少有30%的一个增幅的一个速度 那么后市如果说随着化工产品的价格上升 利润上升 以及它的一个化工行业的回报率上升的背景之下 那么这些配置化工板块 化工个股这些蓝筹性的一个基金 肯定会对它再次进行一个加仓 那么对于后市 我觉得化工板块的一个上涨行情 可能也只是刚刚的一个开始 好 谢谢徐世龙对化工行业的一个分析 那我看到徐世龙在分析化工行业的时候 我们有看头上的有些投资者也在说化工下周 有人认为会大涨 也有人认为化工券商可以看看 也有一位说是医药新能源会起飞 那有位投资者反正提到券商 我在上来之前也看到有一家头部券商 公布了它2021年的业绩预告 业绩是增长比较迅猛 那么这一点我想我们先听听厂内两位嘉宾的一个看法 徐世龙对券商这个板块你怎么看 我觉得从整个一个券商的业绩上来看 券商今年的业绩是2015年之后 5年当中业绩最好的一年 那么现在比如说某一个券商开始预报 业绩预警预增的这样一个报告 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是第一枪可能第一开始 未来更多的券商会加入到 预增预洗的这样一个预告当中来 那么在春节之后的第三季度和第二季 第三月和第四月这两个月里面 我觉得整个一个券商板块可能会带领指助继续向上 好谢谢徐世龙 时间关系我们不展开讨论 那么请出王英吧 先王英你把你带来的一个策略 跟我们做一个交流 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讨论全商好吗 那有请 因为其实现在整个市场的话 尽管像今天下跌 但是下跌幅度比较大 但是上涨加速和下跌加速比的话是一比二 其实近期的话都有这个现象 因为整个的话就是大盘股与小盘股那个剪刀差 其实在收窄的 所以整个盘面还是相对比较活跃的 而且成交量的话其实也能够维持在一万亿左右 所以资金也是比较充裕的 所以这整个盘面还是有一些交易性的机会 所以整体上还是延续一个气高就低的这样一个策略 所以今天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个软件服务行业 软件服务行业有几点 第一点的话是整个的板块的一个景气度达到近几年的一个高点 那个2020年四季度的话 整个板块的利润增幅达到43% 而且到2021年的话也能够延续在30%左右 整个板块的景气度是比较高的 但是整个目前基金的一个持仓的一个仓位相对是比较低的 而且是跟整个板块在所有市值的一个规模比来看的话 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 所以就说未来的话 因为随着行业整个的一个紧急度的一个上升 我觉得公募基金可能会有一个回补的一个需求 第三点的话是整个的一个行业的一个估值的话 现在也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中低的一个位置 所以而且其实综合这几点看 我觉得这个板块在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 气高就低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交易性的一些机会的 然后呢我还带了一张图是比较有趣的 就是关于其实大家都讨论一个机构抱团嘛 然后我们是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 这里有三根线一个走势 其实就是第一种的话最上面的根线 就是有两家以上机构覆盖的 它的一个 这是涨幅吗 对涨幅 然后呢第二个是一家机构覆盖的 一家机构是蓝色的 然后还有呢最后一个是没有机构覆盖的 没有机构覆盖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没有机构覆盖的和只有一家机构覆盖 它整体的走势的话 其实比有两家以上机构覆盖的 差太多 差太多了 而且其实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只有一家机构覆盖的 还不如没有机构覆盖的 对对对 所以就说你现在这个市场如果你是单打独斗 单兵作战的话 反而那个效果会很差 所以就从这个点我们也看到 就是你需要反正是关注的机构越多 反而它的走势会更好 这也就很生动的反映出了 目前关于整个市场机构抱团的一些现象 在照理一个河上挑水河 两个河上单水河 三个河上没水河 三个河上也不一定好吧 现在的话其实它因为它是往同一个方向用力的 所以就说它等于是类似于拔河 你是一个人拔河 它是两个人拔 甚至三个人拔河 因为它的资金是在同样的几个股票或者一个方向去用力的 所以自然的话是哪边人多 它就那个人多 确实这个里面是拔河的一个关系 多空双方拔河 不是挑水河 挑水河三个河上不行 但是拔河三个河上比没有河上 那肯定是大胜特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很有意思 那么正好还有点时间 我们再来说说券商的问题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今天一家头部券商出了一个年报的预告 增长幅度挺大的 你觉得对于整个券商行业 下周会有提振作用吗 其实我知道很多投资者对券商板块 还是有很深的一个情节的 因为在历史过往的一些大牛市当中 券商板块都作为一个领长板块 然后整个的涨幅也好 让投资者感受都比较好 但其实现在券商板块的话 其实也跟很多的其他行业一样 都面临着一个分化 也都像机构抱团了 头部抱团 所以大家会注意到像东方财富 它的整个走势就非常强 但是像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小券商 或者说并没有特别的特色的一些券商 它的走势在不断的创新低 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券商板块也很 能够反映出目前整个市场 正在发生的变化 就是不仅是行业在分化 行业内部龙头效应也在分化 所以我觉得从一个板块角度的话 我对券商的整体的行情 并不是说特别乐观 好 两位对券商行业都发表了自己的一个看法 我们投资者朋友 也可以从自己对券商行情的一个把握方面 来思考这个问题 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 在我们的第一财经谈古认经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交流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另外一位场外嘉宾张瑞泽 听听张瑞泽对于今天行情 他是如何来看的 来邀请张瑞泽 以龙头为主的这种慢牛格局 我觉得它是很难打破的 一旦出现回撤 我认为在这个上面就是机会 特别是消费类的这些龙头公司 即便我觉得短期估计点高了 最大的可能性 最坏的可能性就是长期做横盘 用时间换空间 回撤比估值低了 就应该有机会 我认为 还有些特别估值比较低的 那些金融地产类的 所以港股的那个 这个南下的资金 它可能会有估值收复的机会 今天可能跌得最惨的那种 像科技生产类的 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回避的 新指数重视消费类的 金融类的龙头公司 好 谢谢张瑞泽 那还是依然认为 慢牛的一个格局 是很难轻易被打破的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要进入有看头 来了板块 要请出姚中原了 那今天这个市场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时间是往下走的 但是尾盘的一个反弹呢 也挺凌厉的 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机会 还是我们需要 再进一步的一个修整以后 再来去寻找机会 我们来听听姚中原怎么说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尾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了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原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 有看头 户指回踩60天均线探底回升 北向资金也开始转为净买入 那对于下周市场的反弹 还是给予了非常大的期待 那对于市场当中 有哪些板块在下周是值得去 持续地跟踪和关注的呢 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本周可以说市场除了周一上涨 随后的4天全线大幅回撤 周K线上一根非常大的阴线 但是呢 对于板块来讲 还是有很多板块是逆势上涨的 但是这些板块当中 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比方说在本周出现 逆势大涨的板块当中 有航空运输和影视动漫 恰恰这两个板块 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去聊过低位的启动 比方说在1月25号的时候 航空运输板块在低位下跌通道的末端 出现了一根怀抱线 随后呢 下跌通道末端的时候 指标严重的抵背离 机构资金介入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本周下来 整体市场当中出现下跌 但是航空运输板块逆势上涨 整体的涨幅在6%左右 而在1月26号的时候 我们开始跟大家去讲 影视动漫板块 那这个板块也有同样的道理 就是在下跌通道的末端 指标严重的抵背离 随后开始的反弹 也是非常的犀利 整体来讲 一个星期下来 板块的涨幅也将近在5%左右 但是这些板块当中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从开始反弹的初期以来 都基本上是在下跌通道的末端 并且但有这样一个指标的严重抵背离 那这个当中 也是在市场下跌过程当中 一定要去重点筛选的一些 核心的技巧方向 那对于下周来讲 哪些板块是有这种机会 去进行超跌反弹的呢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我们昨天也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去聊了最新的 有出现底部底背离 同时在下跌通道末端 就是多元金融板块 那多元金融板块 同样在昨天机构资金市 净买入一个多亿的时候 逆势抗跌 那虽然今天没有出现大涨的 这种表现 依旧保持在一个低位的缩量震荡 毕竟这个位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跌通道的末端的时候 连续出现缩量震荡 只要不出现向下的加速变盘 那么它的指标底背离也好 下跌通道的末端也好 都有机会迎来超跌之后的反弹 所以这个板块呢 我们认为下周依旧是可以去作为 持续的跟踪和关注的 而今天另一个板块 在连续下跌之后呢 来到的一个支撑位 就是旁边的军工板块 军工板块可以说 今天是一根大阴线砸下来 从前期的高位下来 已经说是短时间之内 快速的回落之后 可以说跌幅非常大 但是今天的军工板块 正好来到一个重要的支撑位 就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的 这一根上涨通道 今天正好低点打到之后 回踩确认完成 低位的时候出现恐慌盘 有筹码的交换 所以我们认为下周市场当中 第一个出现快速下跌的 这些板块呢 从弹性和空间上来说 有反弹需求的话 那这个位置当中 是适合去关注一些 连续超跌之后的 军工板块当中的 一些好的品种 那当然对于前期超跌的 这些板块当中 怎么样去精选一些 好的个股呢 那也欢迎大家今天 通过咱们屏幕下方 二续码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 那最后呢 我们要跟大家去讲一个 下周的重要的看点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我们知道 本周周K线上出现了 一根非常难看的阴线 从技术形态上来说 本周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位 就是从上阵指数 周K线来说 从去年的三月份以来的 周线级别的上涨趋势通道呢 正好是在本周的周K线上 打到了 也就是说 如果下周出现了一个反弹 并且能够有效的 收在这根趋势线上 那周线级别的上涨趋势 依旧还在 但是如果下周出现周K线 跌破这一根上涨趋势的话 那对不起 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那就会形成到一个 周线级别上的正当回落 所以这个当中 依旧是作为一个重点的 下周观看的 那以便于我们在后期 操作过程当中 仓位和操作的节奏的 好好地把握 好的 那今天的技术讲解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员 好 欢迎回来 那么今天因为尾盘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那么到底下周 可不可以进场操作 那就这个问题 我们跟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 一个投资者 已经开始展开互动了 那咱们抖音上的投资者 也一起来做一下互动 如果认为下周可以进场操作 请打1来告诉我 如果认为不可以 那请打3来告诉我 好吗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不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利器多空雷达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3000多只个股中 一一对照 挑选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免费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当下的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 空头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 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连连看 2月26日第一财经将会播出 春雨新月扭转乾坤 2021元宵节特别节目 节前我们将向热心观众 征集春联 寄予新一年的投资市场 在过去的2020年 您在A股市场 有哪些心得和感悟呢 2021年新征程开启 您有哪些预判与展望呢 我们先来听一听 嘉宾们是怎么说的 2021年 我认为是新经济牛 新消费牛 围绕着年轻人的 衣食住行 消费娱乐 以及代表我国经济转型的 新经济产业将诞生 大牛股 祝大家2021年 牛转乾坤 牛气冲天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登陆谈古论金的微信公众号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并且留下您的股市经历和感悟 接着请袁建新 我们揭晓今天微信的投票结果 欢迎回来 对于下周 是不是可以进场布局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投资者 他们是怎么来看的 认为可以进场抄底的 是有56%的观众选择了这个选项 认为不可以 那就剩下了44% 咱们小编告诉我 说我们抖音上的投资者 也认为可以进场操作 那么这是第一个投票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呢 对于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 是徐世龙更高一些 再来看一下投资者的一个留言 第一位说2021年的第一个月 股市终于收关了 市场先扬后裔的格局 在今天北向资金 重新流露的一个情况下 二月有望迎来开门红 机构抱团也可能从原先的高位品种 流向第一位的优质科技篮筹里面 那么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说呢 这周的操作可谓是难上加难 周初如果选择抱团股 周中就迎来了抱团股的调整 反正手上的超跌右下角品种 本周不跌反涨 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哎实在是难以抉择的一周啊 希望下周开始的二月行情 能在平缓中缓缓上行 多一点赚钱的机会啊 那说到多一点赚钱的一个机会呢 我想我们要跟场内的两位嘉宾 一起来探讨一下 2021年如何来布局黄金赛道啊 我们先请出徐世龙 来有请徐世龙 在整个2021年 我倒不觉得大凡指数会怎么大涨 也就是从权重板块来说呢 我觉得权重板块可能也就是维持 一个慢牛的行情 而金融板块 恰恰我觉得可能在权重这一列里面 会跑出一批黑马来 那么从高科技这边呢 我更喜欢的是跟这个电子消费相关的 软件相关的 以及5G这一块 5G可能在今年还要正式实施了 很多会落实到很多的实体经济上面去 看看5G哪些行业能够爆发出青春 好 这是徐世龙的看法 那王英怎么看呢 我觉得全年的话应该还是一个震荡 整理的一个走势 可能重新的话可能在年中 可能会有一些 可能会短暂的会有一些调整 全年的话我觉得 主要的机会还是在科技领域 主要的机会也是在科技领域 好 谢谢两位 对于2020年黄金赛道布局方面的一些思考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稍息休息以后 马上进入明日抢先报 看看周五的探地反升 到底技术上如何来看 来 一属超身 辞旧岁 金牛昂首 金新春 第十一届春与心愿 春联进行时活动 开始争联了 让我们用春联告别实属不义的2020 让我们用春联祝愿2021 能够扭转乾坤 去民意 享新生 第一财经 春与心愿 扭转乾坤2021 能力元宵佳节与您更团圆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今天会把我们在实战当中 的经典耐用的传统指标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 可见其经得起市场验证 如何利用MACD指标排除部分盘中虚假信号 提高交易的准确性呢 尽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MACD三部买卖法 这个方法包括了多年实战操盘的总结 配合着实战案例讲解 好不好用呢 现在你就花上几秒钟 立即扫描二维码 拿到方法实际应用一下 事实会给你答案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经》节目 扎老师选策略就在九方之头 在下周一的交易当中 我们应该观察哪些技术指标呢 马上跟随袁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今天是周五 我们从周线开始跟大家聊起 那本周上证指数是三阴两阳 创出新高以后是一路回落 跌破了五周均线 甚至在周五的时候还考验了一下 十周均线 也是经历了一个考验 最后是苏利克大阴线 成交量也是比较明显的萎缩 已经跌入到去年下半年的 一个箱体的一个区间 下半年的一个箱体 应该说这里很明显 箱体的一个区间的一个上沿 已经跌到了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指标是进入一个空头的指标 将继续保持观望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历史上的有几根K线 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不妨来做一个参考 这一组 这个四根K线 和现在的这四根K线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都是一样跌破了五周均线 都是什么跌到了十周均线的位置 下方的KTJ指标 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一个死差 那目前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死差 所以下周的一个市场是非常关键的 十周均线能不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 那我想对于后市的一个走势就非常重要了 一旦十周均线射手 那很有可能就什么 就进入下方 也就是去年2020年下半年那个区间当中 再来震荡 当然进入下面这个区间来震荡 也不算是一件坏事 震荡震荡透 把一些有泡沫的 或者说抱团那个品种消化的 差不多以后 我们再入场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再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日线图 那么今天是高开冲高回落 跌到了60日均线这位置 才开启一个反弹 收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阴线 60日均线附近 应该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越多周空日空的一个趋势 是应该要保持继续观望的 那么这是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呢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天天在说 12号的借根阳线 当昨天跌破的时候 你有没有反应 那么现在跌破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刚才嘉宾王英也说到了 是一个小双头的一个结构 那往下自己翻 自己算 会跌到什么位置 那么现在呢 目测差不多已经到了 这是上证指数的一个日线 我们再来看看 创业板的一个周线图 那本周呢 是一阳四阴 创新高以后呢 是一路回落 周末呢 是跌破了五周均线 基本形成了一个阴包阳的一个走势 收了一个数量的一个大阴线 将考验十周均线 从指标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目前它是转空的一个结构 应该要保持谨慎 那在这里呢 这两根K线 也就是今天和 本周和上周的这两根K线 大家记住 我翻一下页 可以看一下 上证指数当初的一个情况 当初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呢 是这个时候 这个还是要重新翻一下 是在去年的7月份的时候 也形成过一根大阴线呢 是反包阳线的一个组合 之后呢 进入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调整 那这一次创业板的一个周线 是不是也会让创业板进入这样的一个调整 如果是进入这样的一个调整 下方的一个支撑在哪里 可能我这个线画得不太好 应该是这样平一些 那这个位置的支撑会更强了一些 再来看一下创业板的日线图 那从创业板的日线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呢是高开冲高到10月均线附近 这个10月均线是这根 10月均线附近呢是沉压回落 然后又跌到了什么 跌到了30日均线才开启一个反弹 收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阴线 跌进了本月中上旬的一个密集 这个成交区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是在这里 跌进了这个区间 我们应该说跌进密集成交区以后呢 有奇稳的一个可能了 指标来看呢是越多周转空日空的一个趋势 参考的一个波动区间 3053到3145点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请出两位嘉宾 再来聊一聊后事如何操作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几家退出四省服务 第一省省时 设计选材施工售后 5加1全程管家式服务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5888228即刻让你体验细致周到的家装服务 第二省省力 几家线下体验馆 超一万平米战时空间 五大主材 四大软装 上万种装修产品 专业顾问全程陪同一战时挑选 第三省省钱 软装硬装材料集团化采购 省去中间环节和差价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拨打电话 5888228了解体验馆信息 我们随时恭候你的光临 第四省省心 分色线管工艺 轻松识别管线功能 蓝色三层防水杜绝工具一漏 一比一全景放样 确保实物效果精准吻合 请你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5888228 来体验极佳的家装服务 极佳清装 轻松装修一步到位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涨点吧 割不割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 是战派股票学习品牌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欧洲市场正在交易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欧洲市场的涨跌户线 基本上是以跌为主 美股的三个股指期划 是小幅下跌 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 我们先请出徐史龙 来谈谈觉得 二月份开启的行情 如何操作 可能更好一些 来有请 我觉得二月份 还是要去关注一些 目前还没有涨起来的 但是有北厂市经 纷纷在关注的 那么像前期谈到的 跟大凡指数相关的 像银行 保险 依旧还是可以去关注 还有一个券商 我一直觉得券商应该是 这个作为行情里面 如果一旦启动的话 它应该是最能够感觉到 这个水温的一个压值 所以券商板块 还是继续看好 那么更多的一个赚钱的效应 可能会是在高科技 一些体材股方面 前面又谈到的像化工 新材料 电子元器件 等等这些板块 依旧还是在最近 不断的指数下跌 或者指数震荡的情况之下 这些板块依旧还是受到 北厂市经不断的一个加仓 而这种加仓几乎是一个周周去加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说明北厂市经 对于他们的后期的一个上涨 依旧还是非常抱有一定的一个希望 所以后市依旧还是关注这一类板块 可能会在权重板块歇脚的情况下 体材的板块会率先走出更多的一个赚钱的效应 好 谢谢徐世龙 那么接下来请出王英 听听王英的一个看法 一分钟的一个时间来有请 我觉得目前的话 可能首要的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 因为整个市场 目前相对还是比较脆弱的一个市场 整个牌中 而且下跌的话 可能抵抗力也是不是特别强 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思路 其实一月份的话 其实公募发行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对 目前的话也陆续进入了一个建仓期 其实从目前牌面来看的话 就不管是流动性也好 还是一些抱团的一些瓦解也好 分化等等 所以对很多的一个局势来看 新基金的话 它目前可能不太会贸然去建仓 在过多的一些高位的品种里面 但是因为又有一些仓位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一些低位的 比如像地产银行 而且也是属于标配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位的话 我觉得反而是可以去关注的 所以一些低位的一个品种 应该还是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元宵佳节 与您共团圆 一个企业家在困难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决策 又是困难 企业又应该往前走 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 就是要形成快速反应能力 疫情是个分水岭 没有创新能力的公司 就淡出市场 能无中生有创造新企业出来 真的是企业 美国当地时间是2号 三纳股指开盘均跌超7% 集体触发熔断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为负货 非常开心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不可以阻挡的 不非因为这点小小的病毒就把我们打开 地产之年困难之年 往往是投资资源 就是智慧在谈给你 智慧在里面 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很难 核心问题是你努力到 你能够运了吗 观众朋友晚上好 本京时间20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 问候各位 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一路下探 退守六市均线 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 还是围绕着我们这一段时间 说到的三个维度 一个维度是流动性 一个维度是抱团 一个维度是海外市场 尤其是美国市场的变动 那么这些维度在这一段时间 尤其是在春节长假之前 在1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变得好像有点 有新的方向 新的变化 那今天是周末 我们三位嘉宾将结合盘面 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春节前下一周 整个市场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态势可能 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私募基金经理胡宇然 还有来自上海证券 基金评价中心的李颖 那我们在20点30分之后 将和大家一起来解析一下 基金的持仓情况 还有最新的基金抱团的解析 那今天我们还